這根紅壞了所有的壞事,打敗了上帝 然後這裡都是紅,為什麼都是紅? 都是買起來的 不是從下影線買起來買起來買了五天 下影線就是蹲下去把石頭抬起來的原因 他這裡撿了五顆石頭 這幹什麼?最近這個就是被那個石頭砸的 對不對?蹲下去搬石頭是什麼?是扎人 這樣各位知道嗎?這裡就被它扎下去了 好,這一扎造成什麼?我們看 這個叫M頭 那我要再講第一個 你說有那麼嚴重嗎?我告訴你這個地方是什麼意思? 這叫做多空存網的地方 這個各位記得看到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周線原始上升趨勢線跟下降軌道的交叉 它是月線25年下降X線跟3955上來原始上升趨勢線的交叉在9千 這個周線 這個周線上升軌道跟下降軌道的交叉 都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就被這幾天 這個人破壞殆盡 這個人表面上看到的叫外資 外資後面看不到的不知道是誰 反正就是搞壞台股的就對了 那台股真的只是因為食品而跌嗎? 不是嗎?食品才佔2%啊 食品跟蘋果有什麼關係? 蘋果也歸到食品啦 對啦,蘋果應該算食品對不對? 對啦,今天就輪到食品嘛 因為那個蘋果也有染油對不對? 芬蘭的總統說他們的Nokia被蘋果打敗 他們的造紫葉也被蘋果打敗 我說連聖誕老公公都被蘋果打敗 連牛頓都被蘋果打敗 對不對?好 那結果在這個這麼... 我剛剛講的是什麼? 講時間耶,多重時間 我們在講多重空間 從技術性全部被它破壞殆盡 這不知道是誰啊 我把它定位叫做魔鬼 魔鬼才能夠偶爾打敗上帝對不對? 好,這樣下去 好,那我再講 那現在的問題來了 這是M頭 你這樣看 它在頸線 結果往下墜 我們不得不承認它是M頭 如果它是M頭 應該看到多少? 應該看到 這裡是9593 這裡是9014 技術性最小測量跌幅滿足點8435 對不對? 對 應該在這裡 應該是這個數字 那現在8600 那你說底部近了嗎? 事實上說近也近 說近是近在遠前 說遠還遠在天邊對不對? 200多點要跌一天 我們禮拜一255點就賓購 它如果不來 近在遠前 或者是遠在天邊 但是很近啊 垂手可得啊 為什麼? 如果以禮拜一的那一種255點的跌幅 明天就到 一天就到 它也可以不來啊 所以這個M 這個測量滿足點 你再長一點 這個測量滿足點 剛好會頂到這個高 對不對? 這裡有一個高檔是8439 對不對? 這是8435 就是它的平台 你換成周線 你可能會看得 就更清楚一點 周線 就是這個 對不對? 這不是一個階段性的高點嗎? 這個是8439 這裡M頭的技術性滿足點 剛好 因為這樣切過去 這也是一個底 所以應該在這個位置 那也剩兩百多點嗎? 我能記嗎? 如果一天跌50點是跌5天 如果一天跌250點是要1天 所以民間說 大家很關心 到底是近還是遠 我實在也說不太出來 但是如果也是一天之遙 如果要具體的話 所以它現在在這個地方就形成了 那剛剛我講半天 所有所有的好像走轉折啊什麼 都被那個魔鬼破壞了 好 我們現在回到月 看一下月 就給各位一些 好 把它放大 好 這樣好了 現在夠黑了吧 但是我要講的是 你看這一張圖 最低點是這裡 現在是殺下來的 這裡到這裡 34個月 10月份是34個月 好 它是到今天 10月15 一半了 黑K 它開盤是 8 9 5 8 當時我覺得 你幹嘛開那麼低 開那麼低 那不是如果是紅 那不是賣點嗎? 如果是黑 那就是賣點 但是你開那麼低 還黑 那一定很慘 對不對? 是不是? 就是好 那你這樣看 到今天 已經黑了 300點了 那你覺得 300點夠黑嗎? 如果到我們預估的 84 84 35 就黑500點 但是你會發現 我們這個晃蕩半天 也都是1000點的範圍嘛 所以你這個 一根月線 黑500點 應該算很黑了吧 你從開盤 8900 500點算很黑 如果你從這個 上影線 9100算 6700點 一個月殺下去 所以 所以 但是問題是 週 不對 日不對 但是這個月啊 是對 但是剩下半個月 好 如果 那我簡單一個結論 10月份 如果有一個很黑的低檔 低檔 站在買方 為何? 如果 我10月份 買在那個黑黑的下影線的時候 我買了以後 到11月份 結束 11月 結束是11月30號 29號有一個大選 有一個選舉 九合一的選舉 如果你到了11月底 你還虧 對不對 那就代表11月份還黑嘛 這樣月線就是三陰線 好 那月線三陰線 就不是很好玩的事 這個叫做長空 確立 那你就知道那個選舉的結果叫做長空 確立 否則 你到選舉當前 他理論上11月份 就該收個紅吧 OK 這樣避免長空而已 離選舉的交易日 我們純粹以交易日來看 應該還有32個交易日 對 所以10月份 是不是叫做退一步 海闊天空 因為11月份 10月收紅 收黑 9月黑 10月黑 11月份 就可能收紅 那11月份選前能夠收紅 那不是意義重大嗎 OK 對不對 所以你看我們首黨在講話 我聽起來的意 我感覺是 要有心理準備 顧左右而言他 OK 有時候言不及義 好 所為何事 我是納悶 要有心理準備 OK 那我們想我們在下自己投資決策的同時 剛剛從一個技術面是一個環節 那也要終關整個大勢的一個變化 那留在下階段回來 那全球金融市場真的不得安寧啊 連資金的一個部分呢 也都撤離啊 這個大風吹最新的一個動向 留在下階段回來告訴你 口令的人 這是黑身 dachte 你看看 是黑身掌 但是好像是黑身掌 或者女兒 那是黑身掌 黃淡 什么呢,要左转 绿色的左转 这里也有左转 这里也有 这边也有 这里 这里 到处都有 住商 住商全台515家分店 电数最多,成交更快 难怪 住商不动产 金门 你总是提不起精神 你担心保护力低落 小心,身体机能失衡 代谢力向下掉 白蓝氏基金不止补体力 它富含多种有效成分 及人体无法自行合成的必需氨基酸 天天一平促进新陈代谢 帮身体机能找回平衡 白蓝氏基金 有体力更有平衡好体质 Z.A.Man 男人干净还不够 全新洗面灶 去油同时补充能量 瞬间畸形 不止干净 洗出男人自信 新Z.A.Man 8点到10点 非凡主持现场 买就送 是的 泰河工房周年庆 近代买316保温瓶 买大、送小 轻巧好用 快来泰河工房 好礼销送 扇摩湿苹果原味锅 采用独特的G型锅盖设计 鎖住食物的水分与美味 食尚苹果造型 营养不流失哦 这么快啊 焖油饭也很快哦 这是一个爱家的招包 我不说 我是说爱家 爱家就要健康原味 爱家就要扇摩湿苹果原味锅 燜煮入味超轻松 省食节能 不用看过 善魔师 燜烧锅 喝茶 喝茶呀 有一种声音 早已存在台湾人心中 简单 原始 而充满的量 能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绽放微笑 谢谢 当信心的人越多 温暖社会的力量也越大 寻找台湾人最原始的声音 谢谢你 好 回到节目当中 投资人要来下决策之前 一定要先把所有的内外煎熬的因素 至少要了解到最新的一个状况 因为此时此刻的国际金融市场 仍然是不安宁 对 其实最近这几天 其实当然我们大概会注意到说 哇 国内的油品风暴很严重 可你看一下 现在开盘的像欧洲股市来讲的话 像法国 对 跌了2.07 这个少折1.45 在德国的部分还跌了将近2% 大概1.93 所以其实你也看得到 就整个国际股市 其实是有那么一点 怎样 风声鹤唳的感觉 那其中里面 如果说我们从国际股市来看的话 其中最关键跟最重要的 当然是德国股市的部分 那其实我们大概先看一下 德国股市没关系 因为说真的 德国大概就像是怎么样 整个欧洲的火车头 所以你德国表现不好 大概其他要表现得很好 大概机会是很小 这个是德国的日线图 我们看一下德国的周线 你才会知道严重性在哪里 德国的周线图 我们来稍微看一下 哇 你看这个图来讲的话 你就好像就感觉上 你这条线稍微画一下 那你这个是不是有一点点的 那个三尊头的味道就出来 而且这三尊头的 我们讲说时间大概长达 从这里到这里 将近有一年的时间 将近有一年的时间 也就是说 其实就德国股市本身 当然它最近 为什么会这么弱 是因为它跌破了 我们再把它消掉 跌破景线的重压关卡 在哪里 大概在这个地方 大约就是9000点附近 所以它最近来讲 其实德国是怎么样 它跌破了9000点这个颈线 就好比台股的多少 9014的点位嘛 跌破之后 所以德国股市就开始在这里 做一个更大的下跌 但是因为德国 为什么跌比较重 因为它这个头型 是做的比较大 所以我们讲说 德国股市 为什么最近这么弱 除了说 它本身的经济因素不好之外 就现行上面来讲 它是有那么一点弱势 当然说如果只有德国这样 那就还好 可是我们现在 翻回到整个国际股市 稍微来看一下 你就会发现说 哇 真的 这大概10月以来 全球股市是不安宁的 你看这个德国来讲 你有没有想到 德国会来到西咖 而且是西咖的最后一名 今年的涨幅 我们讲说2014涨幅 已经倒贴回去了 这不包含今天 这是到昨天的收盘价 今天再加上去 已经快接近两位数字了 快接近 所以你说德国的基优生 会变成这样 那当然全球 大家就会担心 德国指数它是创下什么 12个月的头部吗 如果它真的一旦有效跌破 那就变成是头部形态嘛 那事实上你看像 南韩指数的部分 像日本的部分 今年都是Milas 都是富德了 然后你看南韩是 创了7个月的新低 那日本呢 其实是连破月线 季线 年线 这种也是少见的 我们看一下日本的图形 其实日本的指数 基本上其实还算OK 但是最近的走法怎么样 你看它这一段的跌幅 这个好比怎样 好比我之前有提到 像恒生指数 恒生指数在9月份 在这个阶段来讲 也是呈现大跌 9月这段是大跌 恒生指数9月的大跌 就跟什么 日经指数最近的狂跌 有那么一点关系 当然我们都知道 恒生的大跌是因为 怎样 战中的一个效应 但是日经的大跌 跟什么有关 应该跟资金回美国的 这样的班师回潮是有关的 所以你看日经这一波 真的跌的比较重 这个在C咖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A咖好了 你万万想不到 这个平常在这个 店底的买出头天 上阵A咖 你没有看错 所以有时候说股票市场 真的是 所以你买股票就要买 类似像这样的 对 我的意思就是说 它之前 因为我们股市的位阶 套到各股来看 是不是 股市有高位阶跟低位阶 坦白讲 它就代表低位阶 对 所以你看你的股票的现行 跟上阵一样 那个就是安全 它的走势就会像上阵 上阵今年表现好 最重要是什么 它是低位阶 那你说德国 它是 时间可以再拉长一点 因为这是 对 你把它图形再缩小 你直接看周线也可以 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上阵指数 它今年为什么会这么强 是因为它过去几年来 你看它13年 这个都是一直往下 压了好几年了 压了好几年了 你看这个 11年压 12年压 13年压 14年也是到 下半年之后才一肥充天 7月到现在 对 才一肥充天 但是 还在这边的时候 它就是低位阶 对 那你看德国指数 套到个股也是如此 我只是补充这一点 对 那很多像德国指数 它是在历史新高 所以我们看一下 在A卡里面 目前看到就是说 哇 上阵真的是被它翻上来了 你看一下 它目前来讲的话 今年它还涨了12% 到目前为止 而且是创下 大概一年多的新高 一年多的新高 那你说肺半的部分怎么样 它还至少还有4% 但是我这里要提醒一下 肺半跟台湾非常的密切 但是肺半现在的问题是在这里 有145个月的头部 我们看一下肺半指数 肺半指数 当然最近的下跌的过程当中 肺半也是比较弱的 你把这个图形说起来看 它这个点位 好比台湾的9014嘛 对不对 也是怎样 有已经算是跌破 而且是用跳空来跌破 它是用跳空来跌破 那我们讲说 它这个头部形态有多久呢 大概5个月左右 其实跟台股 如果就形态来讲 我们是走在前面 我们先逐出头部形态 先跌破颈线 那肺半在这个阶段 有一点点跟着台肺走 所以讲到这里 你就可以发现说 真的国际股市好像不安宁 当然你说还没看到台股 我们待会再来讲台股 就说在这过程当中 我们要新的 要想到说 台股的下跌 绝对不是只有台湾本身的因素 当然台湾本身因素也很多 但是国际股市说真的 也不安宁 所以这个整体的状况来讲 未来你何时要进场 或者说何时要去考量来讲的话 我觉得国际股市 是蛮重要的一环 OK 所以你要自己 下任何决策的同时 要真的 要许多的资料 要做一些搜索 对 我们大概是由外而内 好 就是说台股的部分 其实 因为外资占有很大的部分 所以我们马上回来 千万不要走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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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种全新魅力 Fit现在也Fit未来 All newFit全新上市 エリクシー この一滴に コラーゲンの最新化学 来た 濃縮的一滴 让肌肤紧实向上 滋生糖 更濃縮紧致精华 ピタ チェシード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活充满一连串考题 还好有够机灵的麻吉 用心对话就是要note Samsung Galaxy Note 4比较厉害 台湾大哥大4G Plus标速双屏 Galaxy Note 4 7900再送蓝牙喇叭 好 来到了8点51分把握时间 过去其实金融市场很不喜欢10月 我们在嘟嘟后就是10月就觉得 对 这个大概多次之秋 所以原则上 为什么这么北半球那么多国家 国庆就可以知道10月人心是比较浮动 对 所以基本上看得出来 就是说其实最近的国际股市 从9月到10月都属于不安宁 那我们刚才看到说整个一个德国指数 大概足了很像是一世一年的一个头部 刚刚我们看到费半 它大概也有5个月的M头的形态 而且它这个跟台股还涨 涨相还蛮接近的 那你看纳斯达克指数 其实它今年来讲还涨1.2 但是它也有怎样 一世四个月头部 我们稍来看一下 就是说你大概很难想象说 这个图形可以说小一点 很难想象你说台股有 一世头部形态 但是你看一下 纳斯达克它这个地方你看一下 颈线也是破掉了 颈线这一条 我们讲说四个月 大概就只这个阶段而已 它当然头部不是很大 但是也有一世头部的形态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这里一直往下 再做一个拉回的过程 它的头部会怎么样 越来越大 所以为什么我说国际股市 感觉上不是很妙的原因 就是说你发现并不是德国这样 连最强的美国指数 也有这样的迹象 只是说它的头部形态 没有那么大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B咖的格局 B咖第一个就看到台湾了 这个是到今天的首板 叫台湾在今年 还好阿伯逗退路 还好好家债 那你看一下台股 踩到红线 对 五个月的头部形态 这刚刚炫哥有讲 所以这个 我们这个 这个大概是这个地方 我们讲说大概是这个地方 是一世头部的形态 但是其实这里的挑户缺口 我们大家再来谈 就是说原则上 这个就是一个头部形态的格局 而且这边是一个带量 那这个部分跟肺半的长相是最接近的 所以未来其实肺半的走势也是动见观瞻 那再来看是恒生 恒生来讲的话 大概是唯一目前 它是连跌之后在年限附近整理 那道琼指数这个曾经创历史新高的也有疑似六个月的头部 所以你这样一轮看下你发现全球股市感觉上本来认为多头的重心在哪里 美国股市 但是你发现美国股市 现在大概是五到六个月的头部形态比较多 那欧洲股市 德国都一年的头部了 哇这个就是风险是更大的一些 那现在真的没有头部是什么 是上证指数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 就国际股市的一个位阶跟它的 这个我们圈叉图我们之前都给大家看过 我说真的 我今年从去年到今年做这张表以来 做这么久以来 还没看过这样的表 就是这样圈圈只有1 2 3 4 这样而已 四个灯 四个灯 其他都叉叉啦 其他都叉叉 你再看下一页 过不了关 都叉叉 这个也是少见 半个灯都没有 所以台股为什么最近跌这么重 你不能说跟这个无关 绝对有关 公平一点啦 所以我觉得不管说财长也想力往宽然也好 或者是金管会主委 很认真的希望台股不要那么不好也好 但是说真的没有灯的全球市场 对所以这个部分来讲我觉得一定要慢慢扭转才会有机会 如果说这里都一直是都是叉叉 这个亮灯的都这么少 而且亮灯的说真的那个上阵 上阵是刚刚都走不走路线 三个灯 它是制成一格 说真的 最强 上阵它是制成一格 因为它自己亮三个灯是制成一格 跟其他 那其他的国家股市是比较有一些互动 上阵是制成一格 所以这个地方严格讲起来是只有一个灯而已 只有恒生的一个灯而已 至少香港捡到一个灯 人家因为上阵而捡到一个灯 对它是这边还捡到一个灯 我们还没捡到 对 它如果没有站中 它没有站中可能灯会比较多一点 因为站中 命啊 我们台股 所以只只有一个灯而已 对啊 我们台股对政治敏感度又更高 对所以台股没有灯 台股现在是没有灯 所以看起来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 那最后我们把国际股市的结论 跟大家稍微看一下 你说这里有一个重点 就是说美元指数的这个地方 因为其实美元指数这一波 影响全球的资金非常大 那我只指出两个点位 第一个是如果它突破85这个点位 跟90的这个点位 它就有可能形成 一个是四年多的底部 一个是八年多的底部形态 那这个的话 如果有月线把它叫出来看一下 你就会发现说 这个感觉上来讲 影响会非常大 但是为什么会这么大 因为美元一强的话 其他就会弱 那这个部分我想待会 我们这个有图形 或有时间的时候 我们再过来看 哇 你看 这个其实它这个美元月线图 如果让它这个底部完成 其实感觉上对全球的资金 是属于一个乾坤大挪一 马上回来 梦想的驱动力 Super CR-V 庆贺CR-V 蝉联年度销售冠军 现实优惠即刻入竹 买就送 是的 太和工房周年庆 近代买316保温瓶 买大 送小 轻巧好用 快来太和工房 好礼销售哦 有吧 正光金丝高 不含 不伤肝 正光 加味金丝高 更有效 这是男士专用的 Apple信咖啡因洗法录 仔细看清楚哦 因为它很快就会被抢购一空 这瓶洗法录去年在德国 一年就卖出了两百多万瓶 想知道为什么吗 快到屈城市和各大连锁店了解一下吧 Apple信咖啡因洗法录 德国发现工程 我们真的可以吗 当然可以